接下来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其中选一位企业家 选个底子不好的 把他一会儿请上台来 给他的妆卸了 你现场给他再化一个妆 你选一个吧 我这主意绝吧 可以 山上的损都没了 我这绝对损到家 你选一位吧 那我先说一句 我选这个和就是长相没有关系 这肯定 对 那我就选 这位老师吧 任花啊 对 这次你提前说一句是为了安慰我吧 不是 我这样还得及强 感谢曾花为我们节目做出的这个牺牲啊 接下来她要在舞台上现场卸妆 花姐牺牲好大 我提议啊 咱就画半边吧 行不 可以 接下来可能这边是我们组里画的 那边是智欣画的 正好呢 大家可以看看是我们画的好还是智欣画的好 在我们医学上就叫自身对照 自身对照 哎 这词学会了 哦 这些你有把握吗 当然有把握了 我觉得花姐特可爱 一边谢一边说 哎 你有底吗 这应该是谢之前问啊 花姐上去的时候特别带劲 坐那以后我觉得心里有点 你已经居了是吧 对 主持人叫我临时上去化妆这个事情 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不能胆怯嘛 还是选择了去完成这个事情 你平时自己化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比较紧 没有花那么细 我觉得台上的时间 不是太能展示我的专业度 不过我已经 尽我最快的速度去完成了 就是还可以吧 我觉得他画那边 看着脸小了 我反正近距离看了一下 我错 我们至少能看见花姐没跑 还在那坐着呢 这个女孩画得还不错 你的为啥 对因为她眉毛 她的眉毛画得有层次 你发现了没有 她有运营有层次 而不是那么就是硬 第二 她的睫毛 她的弧度 你发现她不是直接朝上的 她是有一个弯曲朝上的过程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仿生 仿生幅度 你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那种吗 美妆博主 自己每天素颜 大便活人 大便活人 这边的素颜 这边化妆 然后不停地换 两边 我最喜欢看美妆 那个太绝了 有的视频 其实还好 我不是很美妆 中间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我们能看出来区别特别大 其实 志欣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 好 来 我们掌声感谢志欣 男体验家 我就问一个问题 好不好看 好看 好不好看 好看 主要是真话长得好看 特别好看 美的 左半边特别好看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苹果肌 往上调了 然后对 腮红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特别少女感 然后整个这个脸颊 是确实小了一圈 两边的区别非常大 嗯 我觉得她这个底妆 是非常干净的 从我这看 因为可能化妆这边 经过一天的氧化了嘛 这边她那个 把这个底妆打得非常干净 而且呢 她整个这个 就是少女感是爆棚的 她在这个眼形的处理 和她的眉形的处理 你在她在笑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那种 少女的娇媚感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非常成功的 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 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说明一下 其实呢 曾花右边的这个妆 实际上是长时间之后的了 对 因为我们录制的时间 相对比较长 所以说并不是初始 化完妆的样子 是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那个花姐右边 就是我们化妆是化的 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是我们是有 企业家的人设 她的职业身份在那儿 而这边呢 她是青春有活力 但可能就人有的时候 她的职业身份 和那个场合 但不代表不美啊 只说你的职业身份 和场合 决定了您哪种妆容 更适合当下 应该这么说 左边脸是18岁的曾花 右边是她当下 28岁的曾花 再次宇宙里的掌声 献给花姐 谢谢 谢谢王志欣 这个妆真不错